Hello 大家好 我是帕帕 然后继续分享我和一博探索新近海岛幕后的故事 那么我今天分享了三张明信片 然后好多人看完直播之后就问还有没有更多的 然后其实今天要给大家看一张 比较惨的是一博的被蚊子咬的我腿无王夫的脚 我当时拍了一下然后给他看看 因为他自己看不到他自己的脚后跟 我说我给你看看你现在自己的脚成什么样子了 然后拍了一张给他看看 真的我们其实在海岛露营最大的问题 除了猴子把我们的食物偷走是一个surprise之外的话 其实最大的困扰就是真的太多蚊子了 我们简直是被蚊子军团袭击 然后没有办法 然后晚上我们点篝火在那么热的时间 并不是为了浪漫 真的是也是我们自己能够驱赶蚊子的一个方法 就我们可以在篝火的当中 然后没有蚊子来袭击我们 然后火灭了之后我们马上进帐篷 然后保证我们自己是个外面的文字是完全隔离的 好了明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探索星期末后的故事 然后看看好奇的充满他所欲的一波 还有什么新奇的故事 等着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